老師好 那如果在你的檢印裝完以後呢 在你桌面上就會看到一個檢印專業版 那麼它是檢體制的 檢體制的 來 對它呢 快點兩下 那現在在做什麼環境檢測中 好 來 按確定就好了 那如果它真的到什麼其他 反正如果開不起來 你就忽略啊 做什麼 你也沒那麼多好選擇 來 那我跟你報告一下 我先開個跟你一樣一下 我先把舊的我的範例先把它刪除一下 唯一的缺點就是它是檢體制 我先把我這裡面全部刪掉 你開起來第一次打開應該長這樣 好 來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 首先這個是本地草稿 它的專案名稱就叫草稿 我還真不習慣 那我的雲空間 你要用大陸的帳號什麼QQ微信註冊 你就有它雲的空間或升級的 所以這邊就不用討論了 要不要去註冊帳號 它就是用大陸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認證 我們就不方便 它也不是用Google帳號的 大陸是擋Google的 那這個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熱門活動這邊到這裡看一下 這小看一下就好 我覺得就是什麼投稿 對我們來說可能不太重要 來 那結論就是進到這裡來 這邊就不用去動它了 OK嗎 那接下來 你做完 待會做了任何的範例 你做專案檔就會在這邊做list 就會在這邊做list 這個 那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在你的那個上面這地方是開始創作 開始創作的地方呢 這就是那個 開始建議的作品 我就點進去喔 當我點進去的時候 老師看一下就會開起來畫面就長這樣 那這邊有些什麼獨立創品 這邊再來提醒你 來來來來 我們先看一下那基本介紹 來來來 第一個 等一下要先把素材叫進來才好介紹 怎麼叫進素材呢 從中間這個導入 那導入告訴你說 你可以給它視頻就是影片 音頻就是音樂 音效 圖片 對不對 那點這個加 它顏色最不一樣 點起來 那我們剛剛請老師把範例放在桌面 這個福爾摩沙 對不對 我先放個影片進來 好 譬如說這個人物可以做去背的 這個好神奇喔 人物做去背 那老師看一下 我們放大一點來看喔 一般的軟體如果要做去背 一定要怎樣 像這樣 背景是綠色的 那如果說像這個直接拍 老師把背景去掉怎麼辦呢 簡易做到 一般的軟體做不到 OK嗎 一般像我們新北市買的威力導演 它四五千塊它也做不到喔 一定要什麼 你要去準備一個綠色的背景拍 或是純色的背景 來 我們先把它開起來 好 開起來 素材在這裡 那這邊是素材區 我再開一個 再點一個導入 譬如說我在點這個 日月潭的這個 這個是從Canva下載回來的影片 那我再點一下這裡 我再下載一個喔 隨便再選這個 譬如說這個 下面這個好玩的 綠色潮的影片 昨天有參與這些 那要放的時候要拉到時間軸 來 我點下來 這裡我們來介紹它的基本操作界面 第一個 這邊加入素材就叫導入 那這邊是媒體區 OK嗎 那影片要拉到時間軸才算數喔 編輯都在這個地方叫時間線 OK嗎 我們叫時間軸劇本啦 那這地方是預覽區播放 喔 等一下你在這邊做的任何的編輯一段一段 看效果都可以從這裡看 那右邊這邊是修改的地方 OK嗎 那這個 所以呢 基本上我覺得介面蠻單純的 把素材加進來 加進來以後這邊可以加文字 加一些貼圖 加特效 加轉場 加濾鏡 調節 素材包 那左邊這邊我們也看一下 左邊這邊呢 喔 不好意思 來來 過來一點 來看一下喔 這邊是本地對不對 就是你電腦裡面的素材 那雲素材是網路的素材 喔 诶 這博還有一個素材庫耶 喔 素材是光提供給你的 它這邊有很多很好玩的一些常常看見的梗圖啊 也許你也看 我來播這個 你看一下這個 啊 這是一般 在YouTube常看嗎 影片接到旁邊 他幫我準備一些很好笑的梗圖像這個 这个是一般常在用的 它都帮你收集进来的 热门的啦 综艺的 我觉得它还蛮贴心的 不过注意哦 注意哦 有没有看到这个箭头 这些素材都还在网络上 都还没有下载 如果要使用 第一次要点下载才能使用 不过这边可以先看一下 那等一下请各位 我再关闭再一次 在桌面上请你对它快点两下 启动它 启动它的时候 刚刚的档案 跟老师报告一下哦 我没有存档哦 自动存档 那刚刚档案就在这里 就日期对不对 我还没给名称 接下来哪一个 点开始创作 那开始创作以后 就把这程式开起来了 请老师在这边先点起来 我们先试个 第一个杀手机功能 人物具备 开一个人物 第二个再开一个背景图 那背景图哪里有呢 你可以使用你自己 电脑里面背景图 如果来不及 或是一下没有图 你可以使用我的 随便选一个人喜欢就好了 等一下先把这两个素材准备好 对 好 好 好